6月底,纽约上周大雨沉灾受灾范围广 曾经纽约分会设定了三个关怀重点区 都是生活较贫穷的地区 志工透过红十字会以及地方教会的合作 7月30号完成限制卡的发放 纽约上周因大雨沉灾 暴雨一个小时内就累积了170毫米 许多住户的房屋被大水冲毁 财务损失难以估计 纽约分会志工一行15人 开了4个小时的车前往堡垒平原村 以及欧内达市进行发放 透过红十字会和地方教堂的合作 提供美金300至500元不等的限制卡 帮助了誓死7户的受灾居民 在北 Plain上是在很坏的社会上的情况下 所以任何类的帮助我们可以给到住户 都很支持 在中文中 兩者的危險 就是一個危險的機會 我像你人們一樣 我告訴人們要住在一起 我們會成功 但我們會回來 我們會感謝你為我們 今天都很開心 他們都很友善 他們都會留下來 兩年前暗林風災 損毀的房屋尚未修復 如今又遭逢另一場 利到更大的災害 回想水災發生的經過 居民們仍舊心有餘悸 這是我第一次在家裡 都失敗了 現在我能夠明白 人們的經驗 很悲哀 但很棒 大家都在意 許多家庭世世代代居住在此 居民相互幫忙 要靠自己的力量 重建損失的一切 我們現在還沒有水 我們可能會用來 購買一個瓶子 然後我們會把水災 把水災放進去 我們需要用來 社群組織 我們都在一起 保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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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著良好的 畢竟一次次的水災 居民們始終團結 也將會繼續守護 他們的家園 大愛新聞 中方務院 李芝新另一報導 第一次衛生 一部 是